《幕后,一位觉者的实修日记》 马克·李维特著,朱青明义 在这终极洞见之后,我再也没有过任何超常体验 这些洞见来得很突然,结束得也很突然 这次洞见好像是这些年来,我所遇到的所有展示的摘要 洞见的第一部分感觉像是,我是创造过程本身的见证者 从虚空的黑暗中,我以慢动作的节奏 看见终极实相到底是如何显化成众所周知的形而下的世界的 起初,只有黑暗存在 但后来,黑暗的紧张提供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对比 至于其对比的对象,最佳的描述是黑暗的各种灰度的阴影 要从最简单的对比逐渐发展成一系列复杂的对比 即我们后来所称的世界,只需要那一分化 这次洞见的第二部分为我提供了类推法 我发现它在解释我们与上帝与彼此的关系上非常有用 如果只有上帝存在,而上帝由无尽的绳子所代表 这根绳子创造了无尽的圈的连续体 然后,每个圈就是独立个体的幻象 在圈毁灭之前,它会将自身看成是局限的、有限的 作为一个圆圈,你所体验的一切都发生于你的圆圈之内 作为一个独立的圈子 你永远无法看见你个人的圆圈之外的内容 但如果你去探寻你的真实本质 你将亲自发现你不是圈里的内容 而是构成圈的觉知之神本身 你越多认同觉知之神本身 而非其内发生的内容 你就越少错把你当成独立的个体 我之所以用圈绳做比喻 是因为这一体验中的某一部分感觉起来确实像存在于一个圈子之中 它是视角的同步转换 就像身体的微妙感受 我能给出的最好描述是 我感觉好像我突然觉知到我的肉体被塑形成一个圈 我向下看 好像看到了我的躯体和腿在圈子内伸展开来 一直往后往上伸展到我的头顶 完成一个完美的圆圈 然而我的躯干和腿不像我的躯干和腿 相反 它们只是一个空白的荧幕 我的世界在这个荧幕上显现 我之所以这么说 不是因为我真的在看着我的躯干和腿 而是为了表达感觉有多生理性 它感觉像是一次方向的彻底转变 我被折叠的成一个圈子 看着我自己 但不是看见我 而是看见这个世界 如果为了方便解释 那么这么说会更讨巧 我感觉我是一段绳子 弯成了一个圈 这根绳子本身是荧幕 我们所有人都盯着荧幕 错把它当成一个稳定的固态的世界 但事实是 我完全没有感觉我是任何对象 只感觉到被折进了一个圈子 一个无限的觉知之绳 创造了一个无限连续的圈 只是一个比喻而已 因为我需要用它表达 被折进一个圈子的感觉 从这一体验而来的中心两物是 那儿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切实的个体 相反 存在的只是觉知的功用 而引起个体感的觉知功用 就是认同身份的过程 由于引起觉知 折向自身的固有的吸引力 创造了一个圆圈 每个圆圈变成了一个中心点 让觉知得以创造分离的幻象 并让觉知的感到孤独的分身 试图找到回家的路 接下来的这些 是我对这一终极动见所写的 最后一次日记 日记 2002年9月5日 是觉知的聚焦 创造了一个身份的显现 实际上身份不存在 习惯性的认同或聚焦于念头或记忆 身份的表象才得以被创造和维持 自我之所以如此害怕放下念头之流 是因为自我就是念头之流 定静或静默是自我之死 但你不是你的自我 自我存在于你之内 只有对自我的认同 才导致你相信你就是自我 所以作为觉知的你 只有当你聚焦于自我时 你看起来才等同于自我 这就是为什么最直接的练习 就是单纯的去寻找真实的你 寻找真实的你 暗示了 只存在觉知之觉知 练习觉知之觉知 直到知消失 只剩下觉知 一旦你意识到 作为觉知 你就是存在的一切 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会自然地 被你当成显现于你之内 就是在那里 就是在那时 庆祝仪式开始 知道你不存在 却依然存在 是最大的欢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